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部1967年邵氏出品的电影《西游记之盘斯洞》 电影最出彩的地方还是特效 比如从电影中蜘蛛丝的一个特效 86版的电影都没有如此光彩 就能看出来在1967年邵氏对于电影细节的追求 电影的开始,七个美丽的蜘蛛精在蜘蛛丝上跳舞 在没有整容和美颜的年代 这七个女演员的颜值也是不容小觑的 他们通过法术看到唐僧师徒正在前往盘斯洞的路上 于是七个人开始策划抓唐僧的鸡毛 他们先是用美人计诱惑猪八戒和三个妖精一起玩耍 孙悟空可没有这种怜悯之心 一言不合就和这三个人打了起来 剩下的四个妖精趁孙悟空不在想要抓走唐僧 杀僧一个人也应付不过来 而唐僧则撑乱淘宝了 但是很快就被蜘蛛精老大发现 和大家熟知的西游记不一样 本来是应该在金角大王手里的预定屏 被抓走了 和孙悟空那边打斗的三个妖精得知自己的姐姐已经得手 想要纷纷讨回盘斯洞 但是老七却不慎被孙悟空他们抓住了 孙悟空等人来到盘斯洞 但是洞口被蜘蛛丝牢牢的挡着 金箍棒也打不破这些蜘蛛丝 没办法 孙悟空只好求助土地爷 看能不能问到蜘蛛精们有没有弱点 但此时土地爷喝酒去了不在家 土地婆告诉孙悟空蜘蛛精们确实有弱点 但是只有当土地爷回来才能告诉他们具体的办法 老大打晕了土地爷并且化身为土地爷的模样回到了土地庙 老大告诉土地婆只有霹雳火能够消灭蜘蛛精 但是霹雳火在蜘蛛洞可以让孙悟空假意放老七回去 然后混进蜘蛛洞拿到霹雳火 土地婆将这个办法告诉了孙悟空 孙悟空他们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所以孙悟空走上当了 不仅没有救出师父 而且还把八戒也打进去了 但是孙悟空很聪明 他将计就计一头撞上了蜘蛛丝 变成了一对白骨骗过了蜘蛛精们的眼睛 蜘蛛精们上当了开始黄欢 真正的土地爷苏醒了 赶紧找到沙僧告诉他 太上老君的三位真火能够消灭蜘蛛精 沙僧赶紧去找太上老君索要三位真火炉 但是这一切被一个男子听到 这个男子就是蜘蛛精老二的香好 在香好给老二通风抱歉的时候 孙悟空跟着香好留进了潘丝洞 顺便偷听到了香好和老二 想要杀死其他的六只蜘蛛 这样就可以独享唐僧的肉 变成了唐僧替师父下锅 没想到带走他的是老七 老七看上了唐僧 想要和唐僧双宿双飞 这下可把八戒乐坏了 但也暴露了真实身份 老大找到了老七 以为老七想要独享唐僧肉 就一箭杀死了老七 带走了八戒 八戒见到了唐僧 唐僧不想让八戒替子一死 于是两人变了回来 老大不想夜长梦多 所以开始烧水 没想到孙悟空变成了白蜘蛛的模样 并且让老大以为 真的白蜘蛛是假的 老大信以为真 将战的白蜘蛛 推进了锅里杀死了 沙僧这边 接到了三位真火鹿 老二的想好 变成了孙悟空的模样 骗走了三位真火鹿 正当他和老二商量 怎么杀死其他六只蜘蛛的时候 孙悟空出现了 他用法术困住了老二 并且变成了老二的模样 拿走了三位真火鹿 孙悟空先是打死了想好 之后又打死了其他的蜘蛛精 但是老二趁这个机会 放逐了唐僧 并且变成了观音菩萨的模样 将唐僧一心人 骗到了一个道观 之后 有一个蜘蛛精 变成了孙悟空的模样 获取了唐僧的信任 真正的孙悟空来到的时候 一幕真家美猴王上演了 唐僧为了识别真家孙悟空 就念起了紧箍咒 但是唐僧没有念真正的紧箍咒 所以装作疼痛的蜘蛛精 被唐僧识破了 孙悟空八戒和沙僧 三人打死了蜘蛛精 老大趁这个机会 又将唐僧抓活了盘斯洞 但是这次 孙悟空有了三位真火炉 所以将盘斯洞一把火烧光了 1967年版的西游记之盘斯洞 就结束了 是五部电影里 制作最精美的一部 电影情节缓缓进扣 融入了其他情节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观赏前篇 字幕志愿者 没有提醒 这个话题 好 对 拜拜 优优斐 金志愿者 没有提醒 免费